电视剧《双视宠飞2》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在最近的剧情里面 莫连成和刘商终于和解了 虽然莫连成相信了刘商就是自己的这个说法 可是他却不愿意放弃小谭 因此总是吃刘商的土 两个人也是各种欢式讨好小谭 让他感觉超级棒 然而就在刘商带着小谭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们中了太子莫以怀的买富 虽然刘商和莫连成联手可以轻松打败那些刺客 可是却因为小谭不会武功 导致两人出手总有顾虑 刘商不幸被刺客打伤 当场昏迷 小谭为了让他呼吸方便 就去掉了刘商脸上面具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莫以怀看得好好的 随着剧情的发展 莫以怀知道刘商的真面目后 他故意使诈 让刘商在皇上面前露出真面目 这让皇上对刘商非常怀疑 将刘商关了起来 好在莫连成暗中潜入监牢 救走了莫连成 因此莫连成也被皇上下通缉链 之后刘商和莫连成等人 开始了大逃亡 而在逃跑途中 小谭想起了他之前在莫运白斧中 发现的东西 之后刘商便和莫连成 叶叹太太子府 果然发现了不对劲 莫连成也靠着这个绝地反击 重新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不得不说咱八王爷 真的是太幸运了 不是我们看待莫连成这个角色呢 欢迎评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转发订阅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